嘉義市區醫院外頭 人行道停滿一整排機車 佔據人行道一半面積以上 並換一座輪椅根本無法通行 這處道路更離譜 人行道已經夠窄 機車停下去完全佔據 連新人都只能走到大馬路上 與汽車徵道 連鎖賣場外 同樣亂糟糟 因為生意實在太好 停車場根本不夠用 外面能停的空間 全部停得滿滿滿 身杖人士恐怕容易被絆倒 但可不是每個圍停 都能拖掉開紅單 超商外這處停車格 民眾車一停 無障礙協波根本無法用 但因為是私人土地 根本無法可管 有的時候還更鮮的 就是在坡道上面擺東西 你根本車子就沒有辦法使用 鏡頭來到高雄大廖住宅區 小黃並排 轎車轉角圍停 正好夾殺休旅車 新手正妹駕駛急到快哭了 求助警察幫忙代駕 袁警也差點擠不進去 最後總算完成任務 謝謝 這台太扯了啦 等一下給他開個單吧 謝謝 袁警二話不說 對微停車輛開紅單 但在市場附近停車格少 民眾大多貪圖方便停一下就好 卻是增加危險性 再加上修法限縮檢舉項目 似乎讓微停更加肆無忌憚 記者後果楊樹王書宏嘉義高雄到 不要再加重點 大家好 我們請又讓我們來看